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修正药 管用的药 书嫂通奸背后有何隐情 两个家庭被拆散 却促成一段旷世奇缘 巧合还是巧合 继母如何变亲娘 各种缘由 看拍案说法听永秋讲述 母子奇缘 咳嗽 请用极枝糖浆 太极集团 三精牌葡萄糖酸钙 蓝瓶的钙 好喝的钙 快速止咳 全面养肺 咳嗽瓶贵州百灵 金刚康 用了就舒服 感冒不难受 贵州百灵 感冒了 吃贵州百灵威斯银锹片 贵州百灵 全面感冒 就是第一次 三精牌才脸口服液 我家宝贝特聪明 一咳嗽就跟我说 妈妈 可可 可可 可可牌小儿只咳糖浆 专制小儿感冒咳嗽 我家的宝贝也会 可可牌小儿只咳糖浆 三精牌葡萄糖酸钙口服液 蓝瓶的 好喝的 欢迎进入拍案说法 大家好 欢迎来听我讲故事 有句话叫无巧不成书 我今天这个故事 也就应了这句话 画面上这个小男孩叫董亮 虽然不到五岁 但是这个故事 这段匪夷所思的旷世奇缘 就发生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在他四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离开了他了 父亲就另外娶了个妻子 也就是说给小董亮找了一个后妈 其实这个孩子 跟这个后妈也很投缘 然而有一天 这个一直被董亮叫阿姨的女人 却突然说让董亮改口 叫他妈妈 本来嘛 叫后妈管妈妈 那也是理所应当 可是呢 这个女人却说 他就是董亮的亲生母亲 你说这后妈突然变亲妈了 连董亮的父亲当时也胜没吃惊 这究竟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和这个女人之间 一定有着一段 非同寻常的故事 一刻排案 为生儿子做傻事 嫂子妹夫结念缘 小董亮家住四川省都江艳势 爸爸叫董明 妈妈叫施洪芳 这是一户殷实的人家 经济条件不错 一家人过得是其乐融融 男儿就在董亮四岁那年 家里是贫地起风波 董亮的父亲董明 做梦也没想到 一向温顺的妻子 突然间红信出墙 跟一个男人搞起了婚外情 一天深夜 当施洪芳和那个男人 在董明妹妹家里 一间空房子里同居的时候 被董明的妹妹董力 当场抓了一个信心 这董明说的 董明说的曹伟是什么人 说出来您可能要大吃一惊 曹伟就是董明的丈夫 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嫂子 发生了奸情 那董明当时的愤怒 震惊 可想而知 他删了曹伟两个耳光之后 董明就打电话 把各个董明也叫到了现场了 眼前自己的媳妇 和自己的妹夫 发生了如此这般 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董明顿时是怒重新起 他想冲上去 想罩着施洪芳和曹伟 就一阵猛奏 然而当董明举起拳头的时候 施洪芳的一句话 让他一下子泄了怒气 什么话 施洪芳说了 我跟曹伟发生关系 那是想帮自己生一个孩子 他觉得他心里那种 当时来的那种想法 是就是 意思说帮你生一个娃娃 那味道的 他的意思也是在这样子 讲到这里 您可能一头雾水了 施洪芳和董明 不是有一个儿子吗 他们又不是不能生育 想生一个孩子 干嘛找别的男人 还找到了自己的妹夫 这确实是一个 让人感到很蹊跷的事情 不过您先别着急 这个问题容我后面再解 此刻我们还是先来看看 董明兄妹的态度 事情到的如此的荒唐地步 这通奸的双方 对于董明来说 一边是妻子 一边是妹夫 对于董立来说 一边是嫂子 一边是丈夫 既不能容忍 但是也不能动私行 所以董家兄妹愤怒之余 还真是拿施洪芳和曹伟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提出分手 于是董家兄妹 同时向各自的妻子 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就在法院审理 这两起离婚案件期间 施洪芳离家出走了 在外面 他生下了 他和曹伟的这个孩子 当时审理的时候 我洗的父亲 都还洗的是东一节 出生正高的 我的名字是曹娟 因为我有点想回来个家 但是施洪芳没有好好想想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他还能回到 他和董明以前那个家吗 虽然曹伟和施洪芳 都不愿意离婚 但是法院最终支持了 董氏兄妹的请求 对两段离婚案 同时做出了离婚的判决 并且还主张了董明的请求 把董亮也判给了董明 这没妈的孩子真是可怜 据董明后来回忆 那段日子 他一边呵护着儿子 一边还都情不自禁地 要唱上几句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之类的歌 董明是很爱自己的 这个孩子 但是既当爹又当妈 还得忙生意 他觉得怎么也顾不过来 再说了 父爱必定不能代替母爱 才四岁大的孩子 如果缺失了母爱 也不利于他的成长 于是董明就想再成一个家 给自己也找个老婆 给董亮也找个妈妈 但是要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 谈何如意 相了几次亲 董明都感到失望 不过这一天 好心人又给他借出了一个 沮丧至极的董明 本来不大情愿去付这个约的 但是做梅的恰巧是他的朋友 就强拽着他一块去 这朋友的这一拽 给董明拽出了一场美满的姻缘 也给这四岁的小董亮 拽出了一段旷世奇缘 好的 现在我要提醒您赶紧发信息 来参与我们的短信竞猜了 竞猜的题目呢 屏幕之上已经有写示了 请您选择正确的答案 移动用户发送至9168567 连通用户发送至9008567 不过我还得特别提醒您 一定要在正确的答案前面 加一个9 9A或者是9B 这样一来 您的号码才能顺利的 安全的进入我们的抽奖程序 不要走开 马上是二课拍案 二课拍案 四岁孩子呈纽带 换出一段好姻缘 朋友拽着董明要去见谁 就是见这位 这位姑娘叫杨秋燕 年轻漂亮 而且呢 有着一种成熟的美丽 董明一见 就怦然心动 有一种初恋式的触电的感觉 也许是这姻缘呢 早就注定了 她当时并不知道 这次见面 杨秋燕对她也颇有好感 这一来二往 不久杨秋燕 就应邀来到董明家了 见到了董明的儿子董亮 你说这不知怎的 她第一次见到这孩子的时候 就对这孩子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喜欢啊 从心底里喜欢 这杨秋燕说了 她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总觉得她和这孩子之间 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 我比较少感觉 中文就终究的之后 我不讨厌她 知道没有 就还是比较喜欢 外子董亮说 你喜欢得她 看见杨秋燕这样的喜欢董亮 董明心里边高兴啊 一颗石头终于落地了 她听人介绍说 杨秋燕没有结过婚 可是想到自己离过婚 还拖着一个孩子 一开始她既害怕儿子 会成为她跟杨秋燕之间 结婚的障碍 同时又担心 结婚之后杨秋燕 这个后妈会怎么对待孩子 因为从小到大 董明耳闻目睹 那后妈虐待孩子的事情多了 现在看起来她不用担心了 其实董明不知道 杨秋燕四年前 她跟人谈过恋爱 还生过一个孩子 刚生下孩子四十天 她就跟男朋友闹矛盾分手了 儿子也被男朋友送人了 从此鸟无音讯 四年来杨秋燕找遍了许多地方 始终没有孩子的半点消息 她心里边琢磨着 要是孩子还在的话 应该跟这小董亮 差不多一半大吧 所以杨秋燕看到董亮 总会产生一些联想 其实心中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爱意 这样一来 杨秋燕和董明的感情 也发展得很快 不到一年 两人便喜结连礼 杨秋燕成为了董亮 名副其实的后妈了 但跟很多后妈不同 杨秋燕本来就心地善良 再加上对这个孩子呢 也非常喜欢 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的思念 她就转移到董亮身上了 亲生母亲般的母爱 现在便开始由杨秋燕 亲中到了董亮的身上 就这样 这个新组合的家庭 开心而平静地生活着 然而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个男人 杨秋燕一见 他顿时显得十分的紧张 这个男人是谁 他来干什么 来找杨秋燕的麻烦来了吗 我当时想要我什么麻烦 怎么会麻烦来了 我当时就在这种想法子 原来这个男人叫孟基强 正是杨秋燕以前的男朋友 孟基强怎么会来到董家 杨秋燕只是显得忐忑不安 他赶尽躲到屋子里偷偷观察 他发现孟基强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而是冲着董亮来的 孟基强居然是来看董明的孩子来的 这使得杨秋燕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董亮 就是他当年和孟基强所生的那个孩子 杨秋燕刚冒出这个念头 马上也觉得不对了 当年杨秋燕和孟基强谈恋爱同居后 生下了一个男孩 就在孩子满约后不久 两人便产生了矛盾 杨秋燕和孟基强分手了 按照两人的协议 儿子由孟基强抚养 过了一段时间 杨秋燕忍不住对儿子的思念 他便来到孟家想见儿子 谁知道啊 孟基强对他说 已经把孩子给送人了 杨秋燕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当初孟基强说要把孩子抱走 要把孩子送人 他真是说得出来做得出来 他后悔当初自己没把孩子留在身边 于是呢 他便缠着孟基强说 一定要要回儿子 孟基强又说了 这孩子送得很远 已经找不到那家人了 你这个是文人小财 八点一样 我说成都强 成都哪里怎么 说穿了大 现在我的成都强 我转掉 我咋个怎么 这手机我都想哭了 手机当时我都想哭了 一时机器千层浪 孟基强此时出现在了董家 这使得杨秋燕是满腹狐疑 往事如潮 他不知道孟基强为什么要来看董亮 或许孟基强跟董明 是不是有亲戚关系 他不敢现身向孟基强打听 那么孟基强究竟跟董亮又是什么关系 好的 现在我要提醒您 赶紧发信息来参与我们的短信竞猜了 竞猜的题目呢 屏幕之上已经有写示了 请您选择正确的答案 移动用户发送至9168567 连通用户发送至9008567 不过我还得特别提醒您 一定要在正确的答案前面 加一个9 9A或者是9B 这样一来呢 您的号码才能顺利的 安全地进入我们的抽奖程序 享受生活 享受自然 老树林石木地板 齐爽豆干 18种独特风味 口味齐爽 心情齐爽 齐爽齐香 营养又健康 广告之后 马上是三课拍案 朝夕相处不相识日 阿姨原来是母亲 是 你应该永远只爱男一个人吗 我不内容 你们还爱日月鲜 我们还爱日月鲜 我们还爱日月鲜 高蛋白产品 植物蛋白加动物蛋白 双蛋白营养更全面 日月鲜蛋白还是双的好 虾荒有啥 我要看一个好朋友 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 难得你的 难得 多大厕所 事实都说 送以利神 抗疲劳 免疫调节 以利神 谁用谁知道 以利神 刚刚我们讲到 杨秋燕过去的男朋友 突然出现在了董家 使杨秋燕吃惊之余 也勾起了他关于儿子的种种回忆 产生了对董亮 可能是自己亲生儿子的联想 孟基强走了之后 他赶紧询问董明 也把当年的遭遇 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丈夫 两个人回忆相互印证 果然让他大感意外 是悲喜交加 原来孟基强的确是来探望董亮 董亮也的确是孟基强的儿子 当然了 他也是杨秋燕的儿子 当初干嘛二十岁的孟基强 自己无法独自抚养这些孩子 确实把儿子抱出去送人 不过这孩子 他并没有往远处送 而是送给了本地的董明夫妇收养 他哪里想到 几年之后 杨秋燕竟然改嫁到了董家 成了这孩子的后马 你说这天底下奇事可多 难怪当初杨秋燕见到董亮的时候 他会心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他简直不敢相信 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么久 自己身边一直管自己叫阿姨的孩子 竟然是自己四年来朝思暮想的亲生儿子 苦苦寻找了四年 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母子团聚 当天晚上杨秋燕和董明 高兴得是彻夜未眠 她是 这人真是怪高 居然说都是他们亲妈站着来 我们走过头来 简直到她了 这个拖脸之间 真是 就是娃儿 到了她那个亲身 那个亲身不亲 我这儿那个 亲的就非常高 杨秋燕母子其余般重逢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当地 人们纷纷前来庆贺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 就在董明和杨秋燕一家 兴高惨烈的时候 夫妻俩突然又接到了法庭的一支传票 原来董明的前妻石洪芳把他们搞 石洪芳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还在从当初她那件红信出墙的事情说起 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也曾提到了 当石洪芳跟董明的妹夫曹伟通奸被发现之后 她当场说出了他们通奸的一个所谓的理由 就是说她想生下自己的一个孩子 正是这句话 董明放下了愤怒的拳头 为什么呢 因为董明自己的身体有问题 善良的她 理解石洪芳那颗想做母亲的心 可惜这人工受孕也不成功 出于对孩子的喜爱 也为了老来有养 董明和石洪芳便收养了董亮 然而在石洪芳的内心深处 总想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 这时间一长 这个愿望是越来越强烈 鉴于自己的丈夫不能使自己实现这个愿望 他只好找别人来帮忙了 于是他便开始有意地接近自己很熟悉的草委 两个人很快就出轨了 最终出现了我们前面讲到的桌奸在床内幕了 事情败露以后 石洪芳自觉有愧 也就不好找董明索要什么了 当他知道董明和杨秋燕结了婚 而且居然杨秋燕又来了一个母子重逢 石洪芳的心里就不平衡了 为了当初的内口气 所以他便向法院提出 要求解除他和杨子董亮的收养关系 判令董明和杨秋燕赔偿他过去 对董亮支付的生活费教育费等等的费用 三万块钱 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 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节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解除施工方与董亮的收养关系 董明杨秋燕支付给他三千元的赔偿金 这场官司之后杨秋燕跟他的儿子 董亮的生活再也没有什么干扰了 经历了这么多的悲欢与离合 杨秋燕如今最美好的享受 就是听着亲生儿子终于可以开口叫自己妈妈 我不知道董亮在弹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带着怎样的心绪 或许既有他对自己不幸遭遇的默默倾诉 也有他对自己未来的无限充填 正是他身边的这些大人们的所作所为 让这个无辜的孩子经历了那么一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孟基强没有经过杨秋燕的同意 就把孩子送给了董家 董明的前妻施工方为了要个自己的孩子 而与妹夫发生了婚外情 董明带着杨子巧遇杨子的生母杨秋燕 并重新组建了家庭 正是这一系列的巧合 做成了这母子的重新团圆与重逢 所以说这个结局是皆大欢喜 但是这些巧合背后 这些经历过孩子悲欢离合的大人们 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 如何再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有道是年轻父母太冲动 爱情竭尽盲目送 机缘巧合 新姻缘 母子重逢 喜团圆 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抽奖环节了 我们将抽出上一期的短信竞猜的重奖的观众 如果您是今天才参与我们的短信抽奖的 不要错过了 明天的抽奖的这个环节 首先我们抽取五个价值一百元的热心参与奖 开始 停 好 接下来我们将抽出每天唯一的一个价值一千五百元的幸运大奖 开始 停 好 恭喜这六位幸运的朋友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与您取得联系 看电视听故事发短信重大奖 我们的奖品天天超值 赶紧发短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 本栏目主持人服装由雷迪波尔友情提供 拍案说法由修正药业斯大叔冠名播出 女子被强奸 施暴者的身份让人匪夷所思 二女同事异夫 荒唐事件的背后 竟隐藏着禽兽的行径 看拍案说法听永秋讲述 疯狂求子录 判绝不复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发肝 发痒 刷牙恶心 肝熬 这是慢性咽咽的症状 请选用桂龙蔓延收银牌 按疗程服用 效果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正在收看的是 中国重庆电视台